人物简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Jane Lillison·洛克菲勒 1839年7月8月1937年5月23日 美国资本家,演示上世纪第一个异案富翁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人们对他毁欲参拔 他极为沉默寡言,神秘莫测 一生都在各种不同角色和层层神话的演示下度过 福布斯网站曾公布过美国史上15大富豪 排行榜,最终约翰·洛克菲勒名列榜首 这位垄断者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国际石油市场的每一根神经 他创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联合事业,托拉斯 约翰·洛克菲勒通过气势如虹的肩并和扩张 垄断了美国的石油工业,而被人称为石油大王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把洛克菲勒作为自己唯一的崇拜对象 我心目中的赚钱英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中心的53层摩天大楼坐落在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上 这里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所在地 经典语录一沉默带给你的好处很多 带低姿态,变得谦虚 换言之就是,隐藏你的聪明 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沉默 就像传熟的道子,垂下倒水 二,缺乏行动的人都有一个坏习惯 喜欢维持现状,拒绝改变 在我做事总有一个习惯 在做决定之前,我总会冷静的思考 判断,但我一旦做出决定 就将义无反顾地执行到底 次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就是不会发生不劳而获的事 那些随波逐流,墨守成轨的人 我不信于顾 五,我鄙视那些善找借口的人 因为那是懦弱者的行为 我也同情那些善找借口的人 因为借口是制造失败的病源 六,这是公然的挑衅 我却装作充耳不闻 我知道自己尊重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同他开战 我一遍一遍地叮嘱自己 超越他 你的强大是对他最好的羞辱 是打在他脸上最响的耳光 其没有体验或不幸的人 反而不幸 巴享有特权而没有力量的人是废物 受过教育而无影响力的人 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垃圾 九一头猪好好被夸奖一番 他就能爬上树去 十如果你们想成为重要人物 就必须首先是自己承认 我确实很重要 而且要真正的这么觉得 别人才会跟着这么想 十一,你应该清楚 只是原本是空的 除非把知识付出行动 不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十二,我们要勇于在别无选择中 毅然杀出一条生路 三,在机会的世界里 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争取 如果你真的想成功 你一定要掌握并保护自己的机会 更要设法掌握别人的机会 十四,每个人都有失去自信 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 尤其是在命境中的时候 十五一个人不可能靠着运气而成功 而是要付出努力的代价 十六人生就是不断抵押的过程 为前途我们抵押青春 为幸福我们抵押生命 因为如果你不敢逼近底线 你就输了 为成功我们抵押冒险不值得吗 十七没有谁可以阻挡我们回家的路 除非我们不想回家 十八尊严不是天赐的 也不是别人给予的 是你自己缔造的 十九在业务的基础上建立的友谊 圣地或在友谊的基础上建立的业务 二十如果你要成功 你应该朝新的道路前进 不要跟随被踩烂了的成功之路 二十一在苦难中向上攀爬的人 知道如何千方百计的去寻找方法 手段让自己得救 二十二要知道 每个人对自己受的轻视都非常敏感 被看哪一截都会丧失干净 二十三每一次说不懂的机会 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二十四坦率地说 自我感觉到人世间 因贫穷而极苦的时候 我就萌发了一个信念 我应该是富翁 我没有权利当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信念变得犹如钢铁般经营 二十五我从来没想过会输 但是即使输了 唯一该做的就是光明磊落的去输 二十六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 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东西 不是由一个个想法付出实施得来的 二十七我们追求完美 但是人类的事情没有一件绝对完美 只有接近完美 二十八要知道 地狱里住满了好人 失败的痛苦 世上战利益一部分 我们彼此都在扼杀对手 没有竞争贩斗到底的决心 就只有做失败者的资格 二十九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尽善尽美 你富不其他小失大 所谓记忆的种种额外负担 三十想想看 我们这个世界就如同一座高山 当我们的父母生活在山顶时 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脚下 当我们的父母生活在山脚下时 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顶上 三十一 在多数情况下 父母的位置决定了孩子的人生起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人的起点不同 其人生结果也不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穷 不是习之说 也永远没有成 但是习之说 有的只是我奋斗我成功的真理 我坚信 我们的命运有我们的行动决定 而绝非完全有我们的出身决定 三十二一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的家 才不至于去流浪 或者轮轮乞丐 三十三 精神的力量来自远大的目标和坚强的信念 是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力 三十四 慈善是有害的 除非他能帮助接受慈善的人不再依赖慈善 三十五 无论何时何地 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 绝不能压上所有的筹码 三十六 人生中最令人感到挫折的 莫过于想做的是太多 结果不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 反而想到每件事的步骤繁多 而被做不到的情绪所震慑 一致一事无成 三十七 我将每一个阻碍 是为让自己蜕变的一个机会 而被斤斤计较他人对我做了什么 三十八 我从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只相信信心是成功之父 三十九 只知道努力工作的人 失去的是赚钱的时间 四十 我行走 余人是几近八十年 我见过不会吃牛排的人 却没有见过一个不贪心的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